而今天国民党的中常会正是主席朱立伦告假两周的第一周 出席人数较以往少了一些 不仅外界认为他是在回避红袖柱的初选结果 也不断的由党中央放出来有卡掉红袖柱的声音 中常委们今天都回应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一样会照制度走完再说 对于下周中常会红袖柱将会举办证件发表 多数人是表示赞同的 也认为这是他好好表现的机会 红袖柱总帅 国民党总统初选结果 在倒数一个多礼拜就会出炉 唯一参加的红袖柱不仅人气攀升 就连民调也相对起色 但党内人就不缺防砖卡红 争招A咖的传言纷飞 各方人马都要闭嘴 现在为党好 党的这个制度 初选的制度走到现在 应该让他走完以后大家再来讨论 那你有感受到比如说党内在卡红袖柱的这种力量 我倒没有 我倒没有 这真的我们到听到的还是都对他这个勇气可嘉 不可能呢 冯副院长他也有可能通过黄砖条款的30% 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太在意也不要太怀疑 中常委们态度保守 一切等流程跑完再说 只不过这朱主席请假的第一场中场会 出席人数不如以往多 不禁让人担心 下周红袖柱证件发表 人数是否也零零三三 你自己会亲身参与 会 会会会 他听听他的这个意见 我想这个应该会很好了 他的这种口才反应应该这可以预计的 常委来不来 我个人不清楚 可是洪秀柱副院长 他如果说要到常会来报告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好处 乐见启程也相信洪秀柱能让大家耳目一新 毕竟到目前为止 只有他敢挺身而出 而天王们的征召戏码能不能演出 六月十五就能揭晓 欢迎讯阳门上王威台北采访报道